本屆立院的最後會期 對各部會的質詢法案審查持續進行 而也看2024大選將近 雖然朝野黨團在7號協商 是否提前修會沒有取得共識 但這也讓公渡某憂心 因為還有很多法案和改革都還沒有做完 明年度2024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兩兆八千八百一十八億 只剩下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想請問立法院有辦法 供督某點出 過去幾年立院助理涉及國安和貪污等事件不斷 但國會助理專法還在卡關 立意衝突資訊揭露平台到現在也都還沒有上線 更別說還有其他法案和預算都在等待中 已經完備的公開上網揭露資訊的平台 還未能對外公佈 反滲透的問題啊 或者是這個國會議員啊 負大陸啊 訪問啊 這個機密的這個保護的問題啊 有沒有辦法呢 把這些改革法案呢 通通能夠如期完成 這一屆提出來的法案呢 如果沒有辦法啊 這個借期完成啊 都將歸零啊 下一屆啊 重新開始 公都盟也邀請立院朝野黨團代表進行座談 希望本屆最後會期不要提前修會 還要嚴審各項國家預算 並完成應有的國會改革 才能真正爭取到選民認同 院士新聞綜合報導 請進行座談